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韩国三大整容电影的最后一部 《肥姑娘》 想看另外两部的小伙伴可以翻一下之前的视频哦 小嫌的母亲是一名整容医生 但是她却十分反对别人整容 小嫌有个名叫秀金的同学 极度渴望变美 就找到了小嫌的妈妈进行整容手术 一切准备就绪后 打了麻药 本该进入昏迷状态的秀金突然醒了过来 她恍惚中看到个鬼魂在地上爬着 因手术和幻觉带来的害怕 让她在一时清醒下完成了手术 手术十分顺利 秀金在学校里备受同学们的赞扬 也成为了雕像模特 可是她却不断出现幻觉 同学不小心在女人脸上滑了一刀 她就觉得自己的脸上也出现了伤口 并且每次照镜子时 看到的却是一张猙獰的脸 反复几次后她崩溃了 终于受不了了自杀了 在朋友惨死后 诡异的事情也在小贤的身上发生 在做面膜的时候 一双无精的手想要抠出小贤的眼珠 还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她召唤到地下室 这是从小到大的母亲 都不允许她来的地方 在这里她发现了一张 写着自己的名字的照片 可是照片上却是一张毁容了的脸 小贤拿着这张照片去找 早已和母亲离异的父亲 她的一场母亲都看在眼里 开着车 尾时在小贤身后 在车内等待的母亲 回忆起了往事 当年母亲为了给父亲送文件袋 让五岁的小贤独自在车中等待 不料汽车发生爆炸 小贤的脸严重毁容 并且生命垂危 母亲每天都到教堂里祈祷 这是一个与小贤同龄的小女孩 将母亲错认为了自己的妈妈 还跟着母亲回了家 成为了养女 这时母亲的脑海里 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她要把养女的脸 换给毁容的小贤 由于不忍心杀死养女 她一直把养女安排在 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 并承诺给养女一张漂亮的脸 可是她并没有兑现承诺 她只不过是用小贤做面膜的方法 做出脸部模型 给养女戴上 随着一天天的长大 养女也向往地下室外的生活 在小贤18岁生日的时候 同学们来为小贤庆祝 养女也想参加 可是却被母亲锁在地下室 任凭她如何哭闹 也无济于事 当母亲拿着蛋糕 想要单独给养女过生日时 却发现她已经绝望上吊自杀了 在这之后 怪事还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两个接受过母亲整容的女孩 在画室里 像着了膜一样 用画笔在对方脸上画着 接下来就放下画笔 拿着刀在对方脸上滑着 顺利还说着真漂亮 最终两个女孩都死了 原来养女的亡魂最动魂就是那些不珍惜自己的脸而去整容的人 母亲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无比悔恨地抱着养女的尸体 再也忍受不了良心地谴责的她 想把小贤的脸割下来还给养女 却在小贤的哀求声中始终下不去手 母亲知道养女在意的并不是那张脸 仅仅只是妈妈而已 她告诉养女 以后我就是你一个人的妈妈了 随后就跟着小女孩走了 她用陪伴安抚了养女王魂的怨念 这是一部关于母爱的电影 她对小贤的爱 使得她变得病态残忍 但她最后的举动表明 其实她对养女也是深爱的 无论是愧疚也好 所以这种母爱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界定的 最后跑哥要说 盲目成龙不可取 开开心心最美丽 以上就是本期老泡亭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泡亭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